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5月3号周三晚上的7点15分 今天的主要股指 在美联储利率决议之后回落 美联储连续第10次加息 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5%到5.25%的区间 创下了自2007年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也为暂停加息打开了大门 但是今天传递的信息和市场的预期相比 是偏鹰派的 昨天的节目里谈到 偏鸽派或者偏鹰派都不利于股市 市场现在需要的是明确的暂停加息的信号 但是美联储没有直说 依旧保留再次加息的小概率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会谈到关于美联储利率声明之后 市场未来的炒作逻辑会是什么 美股会怎么走 明确的长线点位 以及还有像美元指数 货币基金 定存等产品的走势前瞻 另外今天高通的财报如何 透露出的信息对于苹果的影响 以及明天苹果的市场预期 还有股价可能的走势也会一并谈到 在咱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随手先点个赞 好 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这一次利率声明 以及鲍威尔的讲话 透露出的一些要点 关于这一次的利率声明 委员们一致同意此次的利率决议 那么加息2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上调至5%到5.25% 我们高度关注通胀 维持缩表的规模不变 最近几个月就业增长势头非常的强劲 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温和扩张 信贷紧缩的影响程度还不确定 那么更紧缩的货币政策取决于经济状况 而且这一次的利率声明和上次相比 是删除了之前一直强调的 会继续加息的措辞 已经把这种非常明确的继续加息的话语 从利率声明里边给拿掉了 好 在利率声明之后是鲍威尔的讲话 咱们看一下鲍威尔到底讲了什么 那么鲍威尔新闻发布会的要点是 的确讨论过暂停加息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决定在5月份就这样做 我们正不断接近这样的节点 原则上无需加息制太高的水平 现在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将通胀降下来 正在评估利率是否已经达到有效的限制性 必须在加息幅度不够多和加息过头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美联储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 在降低通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降低通胀可能要求劳动力市场走软 长期通胀的预期被很好的锚定才行 劳动力市场现在存在大量的过剩需求 薪资的增速高于2%的通胀目标 鉴于我们认为通胀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下降 所以降息不合适 这个和市场现在的想法不一样 美国如果出现了经济衰退 我们希望它是温和的 美国可能会出现轻微的经济衰退 目前和未来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 信贷紧缩的情况 还有最后还看到 关于债务上限的问题的僵局 没有被纳入5月2号到3号的利率会议的决议 国会有必要及时的上调债务上限 如果无法达成债务上限协议 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高度不确定的后果 就美国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而言 任何人都不应当假设美联储能保护美国经济 也不应当认为美联储能捍卫美国的信誉 好 所以林林总总说的这么多 他们他到底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和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 透露出来的对咱们有意义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个人是做了一个总结 经济降温 但是现在仍在扩张 还没有到达完全可以停止加息的程度 依旧有较小的概率 而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不到20%的几率 会在未来继续加息 那么未来可能出现轻微经济 也就是GDP衰退 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只要不出现长期的衰退 比如超过一年12个月的连续性的衰退 对于美股24年的EPS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 这个总结都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和态度 好 然后还有就是 不再强调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 当前的经济数据 比如通胀正在下降 尽管我们说速度确实很慢 它部分支持了5月市最后一次加息的观点 那么随后会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 以便大家有时间观察更多的经济数据 让美领储再去重新做决定 从目前的经济数据的路径上来看 我个人认为 5月是最后一次加息的概率非常的大 高于80% 尽管没有达到100% 但是我认为非常一个大概率 除非我们看到在6月一期会议之前 通胀能够再次连续上行 包括服务业的通胀 包括在其他行业的通胀 包括CPI PCE等等 再次的上行 才会修正我的看法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现在基于当前的数据路径 我认为5月就是最后一次加息 好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 大家还有就是关于通胀前景 通胀前景暗示说不会过快的降息 但是市场现在还是在压住 美联储会在二三年之内会降息 依旧选择不信任美联储 现在市场的压住认为 美联储在6月或7月 维持利率按兵不动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最快会在9月进行第一次降息 那么在年底前会降息多达两次 大家肯定还是有疑问 就是为什么会压住降息 对吧 既然经济要降息一定是经济不好了 才要降息 现在好 那有什么降息的理由 市场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后面我还是会提到 因为之前其实我提到过 它的理由 可能有的朋友不是连续收看节目 并不清楚 后面还会做一个更多的总结 好 那么对于股价的走势 首先做一个研判 就是对于现在 我们说给大家看一下当前的股价进展 今天的市场是标股跌了0.7% 纳指10.64到指0.8% 然后今天的罗素涨了0.37% 目前的价格是接近4000点的一个位置 大家先记好这个位置 我再来谈谈我对于股价后续走势的一个理解 那么现在股价的走势 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先如果我们说股价先下跌 就是先回撤 先下跌 那么最多下看的位置 将是3400点到3500点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黄金坑 理由基于上述的 包括美联储的相应的一些观点 市场的经济数据 还有这个技术面等等 这是一个综合分析 那么中性的位置 是3700点到3800点 这是一个长线温和的进场看多的位置 随后开启缓慢上涨 最终突破4350点 重回牛市结构 因为之前节目里讲到 4300点到4350点 作为这一轮下跌最低点 从高点到低点的牛熊结构的一个分界的位置 大概就要4300到4350点 我们就给一点负余量 中间有一点来回震荡 好 这是我们说第一种 我看到的一个观点 第二种就是 它如果先不回撤 如果股价直接就往上先突破了 怎么办呢 如果股价在下贴 触碰到3700到3800点之前 首先是往上走去突破了4350点 结束了熊市的技术面的结构 重回牛市 后续该跌还是会跌 我们说股市不可能一直都上涨 对吧 我们说震荡震荡 震荡上行或者震荡下行 无论在上涨趋势里边 它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一条直线上去 上涨过程中会有回撤 会有低点 下跌过程中会有反弹 会有高点 这很正常 后续如果再回撤 不会再低于3700点到3800点 那么长线的进场位置 将是3700点到4000点这一线 所以它分为两种情况 先往哪边走 对于它后续的点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对于本次加息 这个议席会议之后 后面的股市 就是大盘标普点位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因为我个人会遵循操作逻辑 希望大家 你也只把我的参考当成一个参考 你最终做决定的 还是要你自己 保持你自己对于市场的看法 没有问题 我们说市场求同存异 只要对自己的资金负责 只要你能够挣到钱 那么这个市场你就是对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是对于股价的走势的问题 还有就是对于美元的走势 怎么去理解 给大家也看一下现在美元的情况 因为美元其实还关系到 关于美股的企业盈利的问题 现在的美元指数是101.2 后续我认为美元的 大致的走势 给大家看一下 美元指数我认为会在23年底前跌破100的关口 然后下看96到98的震荡 要么就是96到98会停下来 就在这个地方来回震荡 要么深度下看 那就要看到91到94在这个区间去震荡了 跌破90的概率 我认为现在情况下是比较低的 除非一种情况出现 美国可能出现了比较 特别繁荣的这种经济的情况 突然间经济加速增长 一口气跑到这个年化3%以上去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的低 那么这里边要提到就是美元下跌 对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是利好 就是他们的EPS 像什么苹果 对吧 微软 这样的公司 它其实都属于利好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汇率 这个问题 他们收的是 最终结算是以美元的财报来披露的 好 这等于美元的一个走势 还有的就是最近大家买的比较火的一些 什么那个定存 对吧 CD 货币基金等等 他们怎么去看呢 低风险的收益类的产品 最近大家如果没有买的 对吧 前面还有朋友 大家还在想 是不是还有更高的位置 现在定存不着急 对吧 但是告诉大家 在这一次利率决议之后 活期长期定存的CD 还有货币基金 还有iBound等的国债等的产品 它的收益会见顶 它的收益率会见顶 后续会看到他们震荡下行 这是跟和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密切相关的 好吗 好 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几个产品的走势的分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来讲一讲关于市场的财报的情况 高通 还有高通的财报 对于苹果的拖累和影响 以及明天苹果市场的预期情况 还可能的一个价格走势 今天高通的财报 在披露之后 是下跌 目前已经超过了6% 很明显市场是一个 看空的一个走势表现 认为这份财报不太好 那么具体到这份财报的数据上 我们简单过一下 高通的财报显示 截止三月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2.15美金 这个是与市场预期的2.15美金持平 营收是93亿美金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91亿美金 其实如果单纯从这份财报上来看 QCOM高通的财报不算差 它至少已经及格了 但是由于这种及格性的预期 在现在整体市场这种有点惊弓之鸟 对吧 感觉这个财报 你似乎不仅这次要可以 毕竟预期给的低 这次要可以 前瞻也要改善才行 它的前瞻不好 它的智能手机处理器 汽车芯片 还有其他的先进电子产品的零件 收入是下降了17%到79.4亿美金 从前瞻上来看 营收只有81到89亿美金 低于市场预期的91亿美金 而且在电话会议上高管还表示说 手机的需求是继续恶化 公司也没有看到在中国出现有意义复苏的证据 其实它的观点印证了什么 印证了之前市场有分析认为苹果的手机的销量 可能达不到之前的市场预期 要年度的销量可能达不到 那么高通今天直接的说 关于中国区的手机复苏的情况 它没有看到强烈的复苏需求 这一块高通的财报就拖累 苹果在盘后下跌了1.14% 明天就是苹果的财报了 那么苹果的财报 在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苹果实际上 在明天的季度 因为苹果的财年是9月份截止 所以它不是一季度的财报 苹果的财报应该是二季度的财报了 就是二季度财年的财报 财季的财报 苹果的市场现在预期 明天会 EPS同比去年同期是衰退6% 到9月份的财年会衰退年度1% 这是市场对于苹果财报的预期 你就听上去就知道 这个预期肯定是不高的 对不对 也是一个满分试卷 然后让它打个什么二三十分 它就能及格的这种卷子 它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苹果明天 这么低的预期 它也不能及格 那它有非常大的概率 有可能会跌至160块钱的下方 如果明天不及格的情况 就有可能会跌至160块钱的下方 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苹果的现在的估值情况 目前苹果的估值的上限 在9月份的估值上限财年是150块钱 现在已经跑到167 165对吧 然后24年9月可以跑到上限的163很明显 无论从哪边来看它也不便宜 如果你给到20倍 我自己上面给到的这个是24倍 这边是一个它的一个波动值 历史波动的一个区间的范围 那么你按照行业 你说它这个增速还行吧 今年负增长 明年还有这个正增长 你愿意给高一点对吧 市场热给点溢价 按照这个去算呢 那上限没超185和201是没超的 但从我的个人的 对于苹果的理解上来讲 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苹果的 在现在的一个扩张期 也就是它现在整体 今年的业绩情况也很一般嘛 对吧 所以我认为我会去认可 上方的这个估值区间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财报如果不好 跌破160的概率后面是比较高的 跌破160就比较的高了 因为整个的一季度 我看到的数据 从上个星期 全球的智能手机的需求 还是在恶化的 一季度全球手机的出货量 是同比下跌了13% 所以你说全球手机都在同比下跌 那么苹果作为头部产品 可能还会维持比较好的一个 持平的状态 但是你要它增长很多 是不是有点难 所以我们按照数据来说话 也不是靠自己去猜 所以当天的情况就看苹果明天 能不能顶住这么低的财报的考验 如果真的是低于预期的财报 160块钱下方跌下去之后 大家也不要觉得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对于计划加仓的位置 我这边把之前的位置全部给 清除掉了 然后现在处于一个没有挂单的状态 然后我想等一等看完苹果的财报之后 我再来确定苹果的买入的位置 要不要去做一个调整 还是说还是维持变来的一个看法 现在暂时我就不动 因为今天这个情况还得再等一等 另外本周五其实还有一个非农 对于市场也是会加息预期会有一些影响的 如果就业市场特别特别的强劲 那么美联储这边加息的压力还会变大 有可能在6月7月加息的概率 会得到小幅的一个提升 但总体上我还是目前维持之前的一个看法 就是现在5月是最后一次加息的概率 是非常高的 我认为可以超过80% 目前我的投资计划 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实施的 后面会陆续的再去更新 包括有一些持仓建仓的一些点位 包括他们的一些看法的问题 后面再跟大家做更新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后面我们有全新的炒作逻辑之后 再实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分析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收听点赞评论和转发 最近的点赞非常的踊跃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积极的还是一样 每次看节目的时候 你就随手点个赞 也是对我做节目的鼓励与支持 因为平常给大家讲过 我做节目一遍录完的 平常也不剪辑 所以难免中间会有一些口误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表示非常的理解 感谢大家 咱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这个节目我希望也能够越做越好 好 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